原标题湖南卫视杂重金买季19年新剧众星云集步步火爆 可以强力晚尊了2018年 还有一个月就结束了 而且电视剧何宗益也将迎来新一波的高潮巅峰 新的一年新的气象 虽然今年湖南台全年水逆收视率创新低 但是2019将要上线的大剧阵容 可以说要强力晚尊了相信 你看了以后绝对期待 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兽是赵丽颖 冯绍峰定情是罪 也是二人官宣后的首部作品 该剧改编自关心得乱同名小说 通过北宋观幻家庭少女明澜的成长 爱情婚姻展开了一幅由规格少女 到侯门竹母的生活画卷 讲述一个家宅的兴容 古代礼教制度下的女性奋斗传奇 我们都要好好的 由刘雪松指导 刘涛 杨朔 金陈 刘端端 程程 蔡子伦 王若雪 任力登主演 该剧以时尚亮丽 暖心幽默的风格 八却八十 九零后婚姻新生 以及展现金融界 时尚界繁花四景的生活 只是这个海报 显得小包总油腻 又为索亚破剑花和杨栗 用一部合作制作剧家 采用的是一名国内年代背景的题材故事 很久没有揭明国剧的杨栗 在剧中的造型 也是很有亮点 相比于那些烂倒家的玛丽苏现代剧 还是期待看到一个酷酷的杨栗 山岳不知心底事事由宋茜 欧桃领衔入演的都市情感励志剧 改编自新一物的同名小说 讲述了女强人向远和叶赛泽的故事 女镜像影视作品还是挺有看点的 何况还是女强人 而且既然是改编自新一物的小说 那么质量也算是有保障了 十分期待这播剧的播出 汤梅和朱亚文完全就是实力派演员的集合 大名黄飞这部电视剧 光是看海报就觉得很精彩 而这也是汤梅久违的电视剧作品 很久没有看见他古装的样子了 很期待他的表现 少年派张嘉义 严尼主演 该剧围绕四个家庭 讲述了家庭成员如何赢得阳光风雨 努力奋斗 精力波折 找回方向 最终收获成长的故事 张嘉义的剧都是收拾保证 再加上 演绎基本稳妥了悲伤逆流程和 由郑爽马天与柴碧云主演 主要讲述上海弄堂里 一起长大的齐鸣和易瑶之间的爱情有可的故事 像当年郭静鸣的这本小说 可是虐哭了多少书迷朋友们 同名电影上映后 也取得了一定的票房成绩和好口碑 相信郑爽和马天宇也一样 能演绎好这部作品 《南烟斋笔录》 这是一部看脸就可以满足的电视剧 请勃然留意飞